同造型不同命的明星,杨幂助续丹反差大,宋威龙居静一最扬眼。 在三身三世十里桃花中杨幂和助续丹就有相同造型的服饰。 同样的黑纱裙穿在两人的身上差距也是一目了然。 稍显稚嫩的助续丹似乎并不能衬托出心狠手辣的气质。 反观杨幂的形象实在是太过于惊艳。 虽说是同一件衣服,但是两位的反差也确实挺大的。 同样反差比较大的还有关晓彤和迪丽热霸。 两人在作品中都有过穿粉丝服饰的戏份, 但是在年龄上更有优势的关晓彤似乎并不能很好的驾驭粉丝。 反观热霸穿上后明显要经验很多, 或许这就是成熟所带来的魅力吧。 要说最养眼的那一定就是宋威龙和居静一的书生扮相了。 一模一样的道具服饰穿在两人的身上也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。 在颜值上都很清秀的两人也能完美地驾驭这种风格的造型。 果然这四千年美女的称号不是空学来封的呀。